在近代的时候啊,可恶的匈奴人经常来捣乱,把国家弄得乱糟糟的,很多百姓为了逃避战争,到处躲躲藏藏的,每天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,有一个叫做祖替的人,经常给一些穷人送粮食,到后来呀,他慢慢发现穷人越来越多,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苦,哎,这都是战争造成的,祖替暗暗下定决心, 为了赶跑匈奴,让百姓们不再受苦,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人,于是祖替每天都认真学习,你知识非常刻苦地练习武功,后来祖替认识了一个叫做刘坤的朋友,他们住在一块,经常一起讨论国家大事,每天啊,还一起练剑,相互比试呢,有一天半夜,祖替正睡得迷迷糊糊,突然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鸡叫声, 他一脚将刘坤提醒,说,你听见鸡叫了吗?刘坤听了一会儿说道,哎,人们都说半夜听见鸡叫可不吉利啊,祖替却不这么认为,他起床拿起了剑,对刘坤说,我偏不这样想,以后啊,我们要是听见鸡叫声,就起床练剑怎么样? 刘坤一听也来了精神好,这时,天色蒙蒙亮了,祖替和刘坤就在院子里练起剑来,你一招我一试,两人啊,都练得特别投入了,没过多久,天就完全亮了起来,这时,两人都练出了一身汗,但他们觉得可舒服了, 从此之后,每天大清早,天色还没亮呢,只要攻击一觉啊,祖替和刘坤就开始练剑,无论刮风下雨,他们都没有偷过懒哦,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长期的刻苦训练,祖替和刘坤都成了功夫了得的大侠,后来啊,皇上还把他们封为大将军呢,他们勇猛地带兵打仗,终于将,匈奴人赶跑了,好了,文姬起舞的故事讲完咯, 下面就进入成语小讲堂时间了,文姬起舞的舞是指舞剑,这个成语的意思,就是大清早听见鸡叫声就起床练剑,后来啊,人们就经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一个人非常勤奋,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目标,我们学习了文姬起舞这个成语,就可以这么说,我们要有文姬起舞的精神,努力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, 现在大家学会了吗?好了,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讲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哦,拜拜